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天在变 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 跟着我们 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 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news酒吧世界一把抓 今天是礼拜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英 听到我跟友春的声音 就我背景音里面有个哭泣哭泣 呵泣呵泣 正在吃棒棒糖的声音 就知道礼拜三又来溜 我们也在news酒吧的youtube现场做直播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现场 呃youtube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看画面 因为今天 久违的我们也是有特别来宾了 大家可以不用再忍受我一个人 睡睡念了这样子 然后友春今天吃的有点大声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news酒吧收音了 怎么杂音这么多啊 news酒吧收音效果很好 没有杂音这些杂音都是有春发出来的 你们看那个画面就知道 他在我前面制造了很大的杂音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那个天气不好的事情 因为最近接连来了两个要来没来的台风嘛 那比照前面那个台风 我要小心翼翼的念出这个名字 毕竟前面那个台风的名字 对客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前面那个叫轩兰诺嘛 成功 因为我在家都把它念成仙兰诺 然后轩兰诺就是雨水的结构好像还好 那最近这几天来的这个雨水结构非常的丰沛 所以大部分时间也是阴天 那看未来的天气预报 可能今天明天短暂的会有一点阳光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啊 出去晒晒太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9月10月 小美早安哦 那个苏珊玉早安 为什么要跟苏珊玉早安 但是 9月10月是换季的时候 那如果大家最近觉得有点烦躁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我们要转秋季了嘛 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日照的时间在减短 然后所以天也比较快暗 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 那个心头有点烦躁 或者是特别容易发脾气 那很明显很明显的 跟我们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 因为太阳出现的时间变少了 那不管你是不是会去日晒的人 就是在你平常要晒到的分量里面 你能够接受到太阳的机会 也就变少了 那太阳这件事情 除了平常让我们感觉到很热之外 那对于我们的情绪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连番的阴天的话 其实大家的心情都不会太好 像美国西岸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也是我心里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就是西雅图 西雅图365天 里面可能有360天 都是英语连绵的天气 所以即使它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城市 我记得西雅图连续好几年 都蝉联美国自杀率头极高的城市 所以天气跟其实人的心情 完全是有正相关的 那面对这种幻季跟英语连绵的天气 我们要怎么办呢 就是像今明两天 可能短暂阳光 如果你发现窗外出现阳光了 就出去离开办公室 去买个咖啡 或下去走走 就是晒一下 其实莫名其妙的 你的心情会好非常的多 然后另外一个 小庙方呢 因为我自己常常在换季的时候 感觉到不太舒服 但我的不太舒服 除了心情烦躁之外 我会那个借机骂尤春啊 说你吃很大声啊 这样子 他平常吃很大声 我就会说 哎呀尤春你好可爱哦 然后换季的时候 就会说尤春吃很大声 反正就是心情不好嘛 那我自己有很多 做了很多研究 去调试换季期间的心情问题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我觉得蛮应景的 因为什么节刚过呢 中秋节嘛 中秋节刚过就是代表 你家应该还有一些 仅存的柚子 还没有吃完的柚子在家里 因为根据研究显示 就是这种 维他命C含量很高的水果 包括柑橘类 柠檬及柚子等等 它们的皮呢 会散发出那个 就是柑橘类精油的香味 对于那个舒缓心情 跟提振你的那个 复胶感神经 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你要怎么用呢 当然不是叫你去吃柚子皮啊 柚子皮真的真的够吃 因为那就是没有味道 而且会很厚嘛 所以大家每次吃到柚子皮的时候 都会呸呸呸把它吐出来 那柚子皮跟柠檬皮 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去吃过西餐厅 就像那种Fight Dining 那柚子皮会用什么方式出现呢 那这几年非常流行的 精致饮食Fight Dining 联盟 它如果单纯用切片的方式出现 就太普通了 联盟它通常在高级餐厅 都用什么方式出现 大家请回答一下 哦 好听到答案了 柠檬通常都会削皮 就是只有绿色的那一层 那通常它会 有的时候比较讲究的餐厅 会把边边用那个炙烧的 炙烤的枪再烤一下 为什么在高级餐厅 联盟只剩下它的皮呢 是因为真正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其实 维他命C很高 以及精油含量很高的地方 是在水果它的皮上面呢 不是它中间白白的那一层哦 而且维他命C的含量 跟精油的含量 就是你会闻到味道最强烈的部分 是辣成皮啊 不是它里面 所以我刚刚 呃 扯太远呢 就是话多的习惯又发作 就是当你心情觉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一个就是 你像你今天看到短暂太阳出来露脸 没有下雨 赶快去路边站一下 喝杯咖啡 怎么样都好 那第二个小撇步就是 刚刚讲到 如果中休节家里还有剩下柚子 就回家剥柚子 这一举数得 你剥好柚子以后别人可以吃 然后你心情也会变好 为什么呢 因为柚子的皮的精油 它会散发出大量的那个精油的香味 然后在科学根据上 其实是很有效去舒缓你的心情的 那大家又会问说 可是剥完柚子 我明天心情又不好啦 而且我睡起来又想到 我剥了这么多柚子 这是徒利他人 没有 我们可以让柚子 有个永续生存的方法 就跟联盟呢 出现在高级餐厅的角色一样 很简单的做法 不管是橘子 柠檬 或者是柚子 你都可以用削水果的 那个 削水果刀 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水果刀吧 水果刀 把外皮削下来 You know 就是这三种水果 通常不会用水果刀去削它的皮 但是在这种 那个使用方法上 你是可以 就是用水果刀上 去把绿色的部分削下来 那小心 是要注意什么 不要削到那个中间 白色纤维的地方 因为它其实会有 散发出香味跟 比较让它可以存活比较久的 就是绿色那一层 橘子就是橘色那一层 柠檬就是绿色那一层 柚子就是绿色那一层 这样大家有懂吗 所以我们在削的时候 轻轻的把它的表皮削下来 然后它会变成薄薄的卷卷的嘛 看你要怎么用啊 像高级餐厅 那会serve在一个小小的盘子里面 有没有 然后它有时候其实它是腌制锅 你可以吃 或者是你可以配Vaga 直接把自己灌醉 这是我最喜欢的方法 那个要打饮酒的标示 就是未成年不得饮酒 那还有一个很永续生存的方法 让你感觉到快乐 可以持续久一点的呢 就是比如说你家有纱布袋 或者是任何有气孔的袋子 你就是把削下来的这些柚子皮 柠檬皮橘子皮呢 要注意不要削到中间的纤维 因为如果白色那层也连着下来的话 那整块会很快就一起烂掉 所以那些薄薄的卷卷的皮 你就装在有气孔的袋子里 可以挂在窗边 像晴天娃娃那样子 或是放在你的桌上 或者是如果你家人家开空调 你就把它悬挂在你的冷气出口这样 然后那个味道 它会弥漫在整个室内 那一种程度上就是空调 也会让你风干柚子皮跟橘子皮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保存下来 因为其实用这样子日常的制成方式 做下来的水果皮 它其实可以活蛮久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 让大家心情有所调适的方式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小的调试心情方式 因为我相信News98很多听众朋友 应该是司机大哥问讲 然后我自己蛮常在搭计程车 或搭Uber的 我真的很爱 像我这种爱很多话的人 就是很喜欢跟司机聊天 有的时候我又问司机说 问司机大哥说 你大概一天会跑多久 他就说至少他在车上会坐12个小时 至少我就说好久 他就说都差不多 因为他的同行甚至有比他开更久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车上坐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久了 司机大哥也跟我分享说 共同的职业病 其实就是你的腰背会很痛 我相信大部分的上班族 应该也是一样 那就是在换季的时候 腰痛这个毛病很容易发作 所以记得各位司机大哥在可以允许的余裕之下 我们在路边就是稍微活动一下 然后护腰是一定要准备的 觉得很痛的时候 按一下那个虎口的穴道 以及那个油村快滑下桌子了 就是另外一个小小的撇步 就是当你身体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痛感出现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自我调试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腹胶感神经的作用拉起来 比如说有意识的把呼吸放缓 像是吸五秒 吐五秒 因为平常我们的呼吸没有那么长 或者是你如果要让腹胶感神经大力的作用 让自己感到比较舒适的时候 就是你在呼吸之间你的吐气的节奏要拉的比较长 比你的吸气的节奏要长 以上小知识跟大家分享 第一首歌我想点一首余晨庆的奇奇怪怪给大家 谢谢 我好像是住在牙宝里的人 让全世界知道我高不高兴 你好像是在心里跟我说话 每句话都变成漫画的泡泡 到处是盘盘 很多人习惯用T-shirt说话 五颜六色头发 生活变成四个的漫画 世界中疯狂 无所谓 只要找到就插队 约束大家的行为 全部回去乖乖 随无随 风 荒 无所谓 反正地球不会飞 只要事物还没位 管它未来到底 到底没不飞 空 无所谓 轻轻乖乖的小宝 空 无所谓 反正地球不会飞 空 无所谓 前期观看的小宝 欢迎收听news98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莹 今天在live直播现场 有我的好朋友 久违的特别来宾 那个青木老师 要跟我们在现场一起直播呢 在青木老师开口讲话之前 因为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先帮他做一个 跟听众朋友做一个 那个简单的介绍呢 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 对青木老师应该是蛮熟悉的 他是长期驻台的作家画家中 应该算是知名度很高很高的 然后我刚刚为什么会点 余晨庆的奇奇怪怪这首歌呢 是青木老师在2005年呢 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叫 奇怪呢台湾 这本书当时非常非常的畅销 因为到现在应该也算是 长销书 描述日本人眼中台湾有趣的一面 然后就变成了台湾广为人知的作家 2008年呢 青木老师成立了个人网站 台湾艺人观光局 然后还开了自己的店叫你好我好 接下来出了很多本书叫奇怪呢 是这样念吗青木老师 奇怪呢 奇怪呢 然后还有最好的台湾 还有青木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所以才邀他来上节目 请青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因为大家会想说 今天的节目上 到底哪一个才是日本人 因为青木老师中文非常的好 所以会有点分不出来 那个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日本的作家 这样子 诶有从你可以不要坐在我的房缸上吗 这样子我会看到屏幕耶 这来宾怎么这样子呢 首先我想跟老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老师这个书在我们的荧幕最前面 老师书名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台湾的每天吗 台湾的日子 台湾的日子 那想请问老师 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准备要写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面的资讯量跟图片都非常非常的多 你大概准备了多久 准备了多久 一开始这本书的编辑跟我联络是三年前的 三年前 三年前 然后遇到疫情 我工作跟店快不行了 所以就是停下来 那完全没有写 然后就今年的过完年后 开始写 然后六月初 所以我就写的时间差不多两个半月 但是就是 这是大概是累积收集很多很久的资料吧 因为我看里面的照片跟 照片是我手机里面的照片 看到奇怪了就赶快拍下来 台湾人好奇怪呢 赶快把它拍下来 我手机里面的照片通通给编辑 然后编辑就是 去挑 那为什么这本书跟前几本书 像那个前几本畅销的那个奇怪的台湾 这几本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 你自己觉得 就是这本书是图鉴的系列 然后他们本来就是一直都出 就是生活方面的 怎么吃怎么泡茶 然后就是室内装潢怎么弄啊 什么的 就是这一类的 然后编辑跟我说 就是要做台湾 这应该日本人可以学台湾人的生活 那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以前都是那个茶花什么的 就是都是看的 对 然后就我接了 接了之后 就我就要写跟那个 以前奇怪那些都是我的 你自己的观察吗 我自己主观 就是我看到的 可是这个是图鉴 所以我要写就是住在这边的日本人 或是台湾人也觉得 我们是这样子啊 对 因为这本跟那个清木老师 之前的书的差别比较大 我插播下 有一个叫静腾迷生子的人 在线上跟你打招呼 他说三位老师好 我刚刚给他LINE 雅艾口现在正在观察 看你的访谈 想说 嗯 他 亲木讲的也还好嘛 我上次讲的比较好 哈哈哈哈 我自己觉得啊 因为如果有看过 那个清木老师之前著作的 听众朋友 应该就像清木老师说的那样 因为前几本其实比较轻松 对啊 然后是 就有学生看到的台湾 对对对 身为一个来到台湾的日本人 他是怎么观察台湾人的生活的种种 因为有些很 很奇怪的习惯 或很有趣的习惯 像老师有两本书都是 用那 那个结尾 因为台湾人讲话很喜欢那来也去的嘛 对对对 那那到底是对你来说是听起来 刚开始听起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是什么意思 你刚开始觉得我们在那的时候 我一开始 那个是台湾人模仿日本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对对对对对沒錯 那你听到喊的时候是觉得是什么 喊 那个 我没礼貌 哈哈哈哈哈 你说台湾人很爱哈来哈去对吧 现在也习惯了吧 还是有时候就会听到不高兴 听到有时候会觉得 小吃店老板很爱哈 点餐的时候稍微没听到 他就说 这样子 是台湾人一个很习惯的语助词 台湾人听了都不怎么样吗 没有那是我们的惯用词 有春有点进来 因为用哈的意思就是说 没听到你在说什么 请你再说一次 这什么意思啊 好奇怪的事情 对没错 听众朋友不要觉得害怕 有春现在在弃喘一下 过几秒就过了 所以青木老师在这本 他为什么意图要盖我台 就是我讲话的时候他也要讲话 先讲 好不要搭弯了 很好 那个青木老师在这本 觉得这本书很好看是不是 好OK 那青木老师在这本台湾的日子里面 这本书其实很有趣 那个下两节 有个完整的时间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后在这一节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想要置入性行销 我女儿就是本台的节目主持人 骂骂的竟然出现在这本书上 对不起 我先把助理主持人带出去 谢谢你 如果来看直播的镜头的话 就是这个是骂骂的 在这里 中间这一格的小朋友就是骂骂 然后老师 那个对对对在这 中间这一格的镜头的就是 news酒吧的听众朋友所熟悉的 那个骂骂妈妈妈的主持人 也就是我女儿 今年要上小姨的骂骂 那这一页呢 老师这本书的编排方法 是从A到Z 用名词 然后很像一个 就是 我觉得这个方法 编排方法蛮学术性 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在前面 按照你想要看的名词 然后直接找到 那个内容的索引 那妈妈出现的这一页 然后老师翻了那个 放了index 叫做laugh 就是笑的意思 台湾的笑容 对老师这段 标题你自己帮我念一下 日文吗 对对对 不然 那些人也自然地笑 出现的特别 老师那你自行帮我翻译成中文 好吧 就是 台湾人跟陌生人也可以 就是很自然地笑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 有问老师说 那个妈妈被归到这一页的意思 是什么 因为我日文是略懂略懂 但在青木老师面前 我就不用了 因为发音很淡 就是那个 日本人跟不认识的人 完全不会 不笑 对 他会给你职业性的笑容 对不对 比较客套的 对 而且就是有人 如果跟我笑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 哇神经病哦 或是那个诈骗集团 来了 那种感觉 对 可是对台湾人来说 对 对很自然 对对对 所以这一页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外国人的观点 因为可能大家不会发现说 台湾人是这么容易跟别人亲近这件事情 所以妈妈就穿着Elsa衣服的这个 脸上白白的是沾着她的生日蛋糕 那天 那天青木老师到我们家一起吃蛋糕 然后所以她就入选了 在这本畅销书里面 入选占有一席之地 我觉得这一页是蛮有趣的 先推荐听众朋友看这一页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聊 正大EMBA教生说明会开跑咯 全台唯一选修学分过半 一百门开课数 两百二十条黄金人脉 但你 雅艾口老师说被说哈 我也是非常难过 对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很好 所以就是台湾人 被台湾人讲就好了 就是我心痛的 心痛的 会觉得怎么那么凶 怎么那么没礼貌 可是你的中文已经算很好了吧 会卡卡的 还是会常常有听不懂的时候吗 听得还OK 讲的有时候讲不出话 然后我小孩说 你不要讲中文 你发音不标准 他讲的比你好 很好 真的是吗 我们小孩比较 因为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都跟台湾人在一起 然后学校 在学校那个啊 学国语啊 嗯 这里面你的 除了我说那个阿姨很有趣之外 你还有觉得哪几页比较有趣 贴起来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贴了这个应该是阿姨 就是为什么你想要介绍阿姨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阿姨超酷的 然后我还贴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 我是给日本人介绍的话 因为这次有写台湾的历史跟政治的部分 嗯 然后因为日本的 哦好 等一下就 嗯 欢迎收听 news98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颖 我们现在也有在YouTube现场开直播 然后上一集因为我的助理主持人 有春在现场大吵大闹 所以他已经被警卫带出去了 那个想念有春的朋友呢 就下礼拜三再见 然后那个今天我的特别来宾 是我的好朋友 作家清木邮箱小姐 清木老师呢 他除了是作家之外 也是画家 你是多摩美术大学毕业的 对不对 很好的一所学校 然后应该在2005年的时候来台湾吗 是吗 有那么早 更早吧 更早2001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台湾生活了 那在2005年 是出了那个 奇怪呢 台湾这本书 所以就在台湾被很多很多的 那个读者朋友认识 刚刚在广告时间 我跟清木老师聊天 就想说 为什么他会选一个 很特别的受访者 因为昨天我遇到一个 长期在带欧洲线的导游 但因为这两年COVID的关系 所以导游都没有工作嘛 那导游现在就是在开Uber 那导游就跟我说 我问他说 他最喜欢欧洲哪一个国家 因为他从20岁 入行当导游 到50几岁 这中间 30几年的岁月 他都是在跑欧洲线 他就说他觉得 最喜欢的国家是意大利 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导游说 他觉得意大利人 跟台湾人的个性很像 就是很freestyle 然后很松 然后有的时候懒懒的 然后很会 在各种社会的角落 表现自我 就是台湾人不太会去 有什么特别的矜持 有时候在捷运上 也放得很松 上班时间也放得很松 然后讲话会莫名的 很直接这样子 刚刚老师来说 我在跟他问清木老师说 这几题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 清木老师就说 这题很无聊 就跟我说 然后我就跟清木老师说 我们也讲无聊 没事 不有趣 同样的意思 我就想说 清木老师变台湾人 因为通常 那个来宾都 会直接跟我讲说 这几题 我就比较不好回答 这样子 但我以为清木老师会 什么都不说好 就说 OKOK 没想到 翅膀长硬 被台湾人污染 第一个我想跟清木老师聊一下 他书里面有个很特别的 很特别很特别的受访者 应该是老师生活周遭会遇到的 他住 他在你家附近吗 店附近 在你好我好附近 敌化街附近 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他是很有趣的 一个五金行的老板娘 对不对 五金行 然后他是穿得非常的爬哩爬哩 而且他的衣服好像很少重复 因为 对 每一次穿得都不一样 我看你后面 那个老板娘的照片 跟有的时候清木老师 会在脸书上放老板娘的照片 他的单品都不会重复 像那个日本杂志上说什么 五天 然后用同样的单品 搭出不同的穿搭 老板娘会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用那个一样的单品 我单品超多的 老师为什么你会想要 那个介绍这个 五金行老板 编辑用的是五金行的老板的照片 对 可是我 我写的内容是 台湾的很有元气的 阿桑 奥巴桑 然后 就我觉得 很多我们喜欢 我们日本人 觉得好奇 然后很有情窃 然后很好玩的台湾 都是奥巴桑影响到 哦真的 像是你的文章里面 那个有介绍 奥巴桑的特点有什么 奥巴桑的特点 对 就是 诶 我写的 让你复习一下 让你复习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 讲话很大声 没错 然后 很有情 就是 那个 很有人情味 人情味 对 然后 就是爱漂亮 没错没错 那个不一定会对得漂亮 对对对对 可能在试诚 它是自我的时尚嘛 对不对 是 试诚里面 通通 就是那个 指甲呀 对对对对对 眉毛什么的 这衣服都是在试诚里面搞定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 就看起来 没有打扮得漂亮 然后 就是颜色都是 穿的颜色都是 黑色灰色的 阿姨也是 一定会带 那个桃红色的东西 比如说她的手机壳 嗯 或是她的鱼嗓 嗯 就是一定 一定有 奥巴桑一定有那个 桃红色的东西 某种桃红色的 对 会出现在身上 然后 就是很会存钱 对 对 然后就是 为了小孩 诶 你怎么发现 阿桑很会存钱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发现 他们不会跟你讲阿 看来就知道阿 因为很节省 有的是那个塑胶袋都洗好 然后还要那个 曬 然后还要用 对 所以就是很多特点 让你觉得 台湾的奥巴桑是一个 台湾人的民族性 很大的特征 对对对对 就是台湾的人情味什么的 都是奥巴桑来的 奥巴桑给他家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 奥巴桑是那个 台湾人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性的显现 而且我觉得要当作家 真的是要有很缜密的观察力 为什么 我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想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 虽然我们身处在 台湾这块土地上 但是 从老师的眼光 你会发觉你生活中 有很多你习以为常的事情 就变得突然很新鲜有趣 因为刚刚老师在讲说 那个阿尚的几个特点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像我妈妈 就是狭姐 她不是特别的爱打扮 但是 对 确实是很节省 因为她是客家人嘛 所以就是很懂得存钱 很会为小孩付出 然后讲到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 因为我妈穿得很素 但她的 手机套 不管怎么换 都是桃红色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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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老师 怎么观察到这一点呢 而且 真的很厉害 而且有一次我带 那个我的小孩 我带妈妈去 我家附近有个运动馆 嗯 然后去找我妈 然后那个运动馆里面 多半都是阿桑那个年纪的人 嗯 在做运动 然后后来 我们两个就趴在围墙外面看 我说妈妈 你有看到那个阿嬷在哪里吗 然后妈妈看了很久以后就说 嗯 嗯 有点分辨不出来 因为运看都是长得一样 因为他们都会 就是烫卷法 短的卷法 然后 因为近年来那个 台湾的那个阿姨 跟姐姐们很流行穿那个 彩度比较鲜艳的透气的上 就是运动 运动 机能布料的透气上衣 然后所以大部分人都长很类似很类似 然后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点 然后随身会携带一把雨伞或者是阳伞 然后大部分的人也会自己带水壶 嗯 然后而且他们都非常的有人请问 就像老师说的 因为像我妈有一次带那个妈妈去吃顶泰风 然后那个妈妈回家就跟我讲说 那个顶泰风整间店都知道你是谁了 因为你妈去跟人家宣布 我就想说 我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后来是那个顶泰风的服务生来收盘子 因为阿上都很键盘 对不对 很会讲话 嗯 然后我妈就在那边跟人家攀谈 然后就把我的生平全盘拖出 所以就是跟老师观察的一样 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然后下面另外一段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那个关于颜色的部分 老师你这从2001年来台湾 观察到台湾人最喜欢使用 然后你觉得很奇怪的颜色是什么 就是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颜色 或者怎么会一直用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红色是大家都觉得 就是台湾常看见的颜色 红色对不对 大红色 对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水蓝色吗 那个 哦 这个 泥巴尼布鲁那种的 对 就老房子有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 对 老师在书里面有整理了一页 然后从那个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一段 从32页开始这一整篇 然后被归在Color这个项目里面 然后一刚开始 清穆老师刚刚有说 就是台湾人喜爱大量的红色 因为红色是我们喜庆的颜色嘛 嗯嗯嗯 日本人的喜庆的颜色是用 也是红色 对 但是不会那么大量的使用啊 因为 就是 结婚啊什么 就比较特别的时候 红色会出现 嗯 因为台湾的话 就是生活里面 然后一个面的包装 也是都是红色 嗯 对 那个饼干也是红色 对 然后只要是灯啊 或者是像这种桌子啊 帐篷啊 几乎都是会用红色 因为台湾人 在那个厂商在选颜色的时候 都会觉得红色是比较喜气的 像我们去吃别人喜酒的时候 几乎不会穿黑色 嗯 可是你们结婚 去参加别人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对不对 黑色也是正式的颜色 对 因为像我们那个 我爸妈这辈 到我这辈的时候好一点了 就我爸妈这辈都会说 去参加别人婚礼 不要穿黑色 嗯 因为黑色对我们来说就是 呃 某种场合才会使用的颜色 嗯 然后另外一个老师 刚刚说她是Tiffany Blue 在镜头上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想台湾人应该不会 称之她为Tiffany Blue 她就是呃 藏青色吧 我想呃 比较淡一点的水绿色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生长在台湾 常常会看不出来 这个颜色频繁的出现在 你的生活里 但经由外国人的眼光看 就是真的耶 因为像大同电锅 也出了这个颜色 嗯 然后大同电锅最一开始的颜色 其实是比这个再深一点的绿 嗯 然后台湾的老房子的门很多 然后以及像我外婆家 她那个横梁上面的油漆 嗯 也都是用这个颜色 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些 部分的早餐店 就保留了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颜色的配色去做 这也是很少很少很少会观察到的事情 就是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习以为然了 然后再翻过来这一页 这是黄色的总和吗 嗯 黄色有觉得 黄色也很多 因为台湾的寺庙不是只有红色的电容 对 就是有黄色的电容也有 对 那黄色在日本是没有那么常出现的吗 黄色好像没有 那金太郎那个系列也是黄色的吧 对不对 就是长跟妈妈很像的金太郎 金太郎 对啊 那个平刘海然后好像会 金太郎 对 然后力气很大 它是黄色吗 嗯 它的那个outfit 好像都是 它的衣着好像都是黄色的 可是 对 然后在日本的神社里面偶尔会看到 但在台湾是大量的出现 然后老师这边的照片是 把那个 可能日本一个都没有黄色的铁门 哦对 这边很多当 我们的当铺几乎都是 黄色 然后上面用红色的字 哦 去写 因为它是追求一个非常非常醒目的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老师选了那个金纸银纸的照片 嗯 像这样子 啊 讲到这件事情 就觉得文化差异还蛮有趣的 因为如果我是台湾的作者 选这样的照片 大概会被编辑讲说 不要放这样的照片比较好吧 可是日本作家都不会觉得 像有一次 呃多年前来一个日本作家 那个来台湾玩 然后后来他带回去给那个 他的读者的伙伴 他买了这个 有有有有有有 可是他不是你们知道 这个是要 对对对对 然后日本人 因为他们觉得很可爱啊 对很可爱 然后上面的图案也很可爱 然后是那个黄色的底红色的 然后日本作家通常会觉得这个颜色很有趣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聊 很可爱啊 真的很可爱啊 那你刚刚说那个 这历史 历史的部分 在哪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退休蓝图 通膨和长寿 让你的退休规划岌岌可为吗 凯基未来乐活多重资产基金 透过四大资产多元配置 因应景气循环 灵活调整 打造续航力 购买力 及保护力 让退休生活好美丽 快搜寻 凯基未来乐活多重资产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好无事集不得不推荐 季节限定的宁波小馆 黄金笋泡菜再度登场 黄金笋泡菜 用新鲜的太平麻祖笋 经过独家手法发酵胭脂 每一口都鲜脆甜 解腻香薯 一吃就开胃 吃过就想回购 餐桌上一定不能少的 最佳开胃菜 就是宁波小馆黄金笋泡菜 9月20号前 买8罐优惠组合 再送黄金足笋糕哦 立即上毫无事集 0223621968 欢迎收听news98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主持人刘冠银 今天在现场是我的好朋友 作家轻木油箱老师 刚刚在那个直播的留言 这边有那个道庭问说 今天的书名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要用中文字 去找的话 你就打台湾跟日 跟清木油箱老师的名字 就会出来了 但是正确的念法 请老师念一下 暮らしの图鑑 台湾の日々 对台湾的日子 这样子 然后那个小编 刚刚也把连结传给大家了 那我最后一小段 因为时间很珍贵 就过得很快嘛 就是清木老师前阵子 刚回日本返乡探亲过 那因为很久没回去了 因为这两年的那个肺炎 疫情很严重 所以老师回去了大概 一个多月吗 快两个月 那你觉得现在日本 那个防疫的状况 是感觉起来怎么样 我在台湾看新闻的时候 日本的政府不会说 外面一定要戴口罩 或是这是重来 一定要在家几个礼拜 或是什么 没有规定 就是尽量这样 尽量被 尽量做就好 可是 所以我在这边看的时候 所以日本一直都 疫情很严重 所以我有一点生气 所以回去了 外面每一个人一定会戴口罩 没有政府的规定 没有发钱什么的 就是大家都会戴口罩 然后而且 那个时候暑假很热 所以政府有 电视上有打广告 外面太热 所以外面就是 没有很 那个一个人走来走去的时候 就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这样子会中暑 可是还是大家都会戴口罩 然后还有 我亲戚啊姐姐 有中了 因为他们 没有政府或是公司 所以一定要在一个礼拜 在家什么的 而且他们也都不会出门 所以 我在这边看有一点担心的 就一点都没有 就是 大家都很 很算蛮自律的 对 因为台湾的媒体 报导着日本好像 非常的严重 那清武老师回去看了以后 就觉得 其实大家自我约束的状况 好像还蛮好的 不需要那种被罚 对 因为我有好朋友 现在还在日本上班 他说其实情况 没有媒体上讲的那么严重 所以我说经由媒体上传递讯息 其实是会有一些落差的 或者看到一部分 对对对 或者看到一部分的 因为就是 比较有煽动性的做成新闻 比较好看 然后最后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另外两个点呢 一个是 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出给 日本人看的台湾的书 但我很喜欢的原因呢 虽然这本书是日文对我有点难 但是因为我的日文程度比较差 那我喜欢的原因 除了我的女儿出现在里面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 我觉得你日常生活中 觉得很普通的事情 那经过别人用很新鲜的眼光 帮你整理起来 你就会觉得 哦这些事情都很有趣 像老师在里面整理的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几页 像第十九页 就是它是被分配在B开头的 Bings这一页 然后老师就整理了大量了 他在台湾看见的豆类 然后我想说豆子到底有什么 好去那个研究它的 然后经过青木老师整理 反正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豆类 很喜欢每一天一定会吃豆类 你仔细想想真的 每一天你都会碰到豆类 比如说像这边有那个12张图片 然后老师就列举了 豆花 臭豆腐 酱油膏 豆皮 豆干丝 素鸡 咸豆浆 豆浆 豆干 豆腐乳 就是仅仅这一页而已哦 敢问各位听众 这些东西你最近没吃过吗 然后就会觉得 哦真的好有趣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吃 那个广泛的豆类 出现在你生活当中 就是摄取蛋白质 然后老师就是很逼人 有没有 他讲完豆类以后 还把豆子分类 红豆 然后这边就是黑豆 台湾人所喜欢的各式各样的豆类 还有这边是花生 其实台湾人也很喜欢吃花生 就是花生口味的东西 出现在我们的食品里的几率蛮高的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四季豆跟甜豆 我觉得很 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活 你就会觉得 哦就是 真的是蛮有趣的 还有些事情我们不会注意到 像里面有一页老师讲到那个便当盒 对不对 我现在一时翻不到 老师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铁制的便当盒 日本人现在用的便当盒 都是塑胶做的 哦 因为台湾人就是小学生 也是没有图案的那种 那个不锈钢的便当 对对对对 要弄热 对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用这种 我们日本的小朋友 都有上面有那个卡通人物 那种可爱的 因为台湾都是 小朋友到年纪大的都是 用这个 对 然后原因是都是要蒸热 对对对对 然后我去看一个那个台湾阿姨的家 嗯 她用这个煮饭 哦是吗 直接煮饭 对 便当盒 便当盒煮饭 因为她煮出来就是一个人的分量嘛 少少的吧 对对一个人的分量 对对很刚好啊 因为他们就是小孩都去外面 嗯 然后就自己跟老公两个人 所以不要煮很多饭 嗯 那就小小的饭的话 就是电锅里面还有空间 可以煮别的东西 对对对 哎那很有趣耶很有巧思耶 然后而且那个油油的东西比较容易 哦很容易洗干净 对对 那个塑胶的不洗干净 然后颜色也会那个 真的会渗进去里面 嗯 然后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那个八十八页 就是八十六页开始呢 老师刚刚特地跟我讲说 他在这一页 这本书里面放进了 台湾的基础知识 也就是介绍了台湾的历史跟政治 因为其实在日本是好像没有特别教这一块 没有没有没有 学校都没有教 对 然后就最近很多日本人喜欢台湾 嗯 他们知道的都是好吃好玩的东西 嗯 然后要更深入一点的话 一定要认识台湾的背景 对没错 然后就 因为这本是比较轻松的书 但是我要稍微要讲一下 把历史整理一下 嗯 老师在那个九十六页 用这个比较轻松语气 那个帮日本人简介了我们的政党轮替 跟第一次的民主直选 嗯 对 也有讲到 对对对对 民主的选举 对对对 非常非常快速的帮那个日本的读者 做了一个有点像浓缩的介绍 嗯 我觉得这点是蛮有趣 因为大部分这种 呃 就是生活类型的书里面 其实大概是 不会放这么严肃的 知识进去 因为口气就会很轻松 对 所以就是看的人觉得 有一点好玩 对 然后最后 我刚刚在广告时间特地问老师说 这两页到底在写什么 因为我的日文程度大概看得略懂略懂 感觉是很重要 但是并没有很精确的理解 就是最后这两页老师 帮听众朋友念 念一下标题 因为A到G是 就是一个一个A是那个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 然后后面是就是前面看了 然后后面可以 我们日本的生活 可以模仿 可以学台湾人 可以学习的是什么 然后后面是那个 因为日本人比较不会去投票 选举 然后不会参与 年轻人不会参与政治的东西 可是台湾人 整个台湾人很关心那个 所以台湾就是每一年都更新 就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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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都没有变好 然后就日本人一直都批评政府 然后自己都不会参与 就出一张嘴在那边讲 投票不去投 对 老师在里面写说 日本的投票率 普遍来说大概才55% 然后台湾的话大概 就是大选 对会很高很高 然后那个24代的投票率 我们大概会到9成以上 那日本人可能很低是吗 应该不到20吧 哇就是他们对政治是相对很冷感的事情 对对 然后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 那请老师跟大家分享哦 台湾的男人怎么样 台湾男人很匹贴 然后就是爸爸很会带小孩 还会煮饭 日本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看到这种类型的老公 所以就是日本的爸爸可以 这一点可以跟台湾人学习 真的 老师你好勇敢把他写出来 妈妈也不会 就是要跟台湾人学习 因为日本的妈妈天天都要煮饭 台湾的妈妈就是 有时候在外面吃 然后买回来吃 就比较轻松 所以日本的妈妈如果家庭祖父 然后他每天在点那个UberEat这种 然后其他人会讲他说 如果一直都在吃外面的话 其他人会批评他 说怎么在家也不煮饭 这样子 好可怜 对 那像这一页 老师讲的是不是就是 对对对 这句要怎么念 就是我们在家庭祖父就 外食的时候 就是其实比较没有罪恶感 那日本的妈妈其实就会觉得 我要自己做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这一页很 真的是很中肯的 而且老师还附上一个 他自己在外食吃了 吃了那个 这应该是锅贴吧 还有橡皮筋 还有橡皮筋 然后酸辣糖 然后老师真的表示自己吃得很爽 这样子 然后跟大家讲说 就算祖父很辛苦 外食也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身边的妈妈 就算她没有在工作的 很多也都不足 这样OK啊 对啊 健康就好了 对啊 而且因为台湾的外食选择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外面可以简单吃 炭青菜什么的 对对对 日本的外食都没有炭青菜那种 很便宜 所以你那个单品的选择 比较少 嗯 就是如果我今天晚上只想吃 都是大菜大菜 对对 只想吃蔬食的 蔬菜蔬食的话 你会很难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你这次回去日本也有一直煮吗 没有啊 完全不煮 都在外面吃 那你在台湾会一直煮吗 对啊 不过你也蛮常在外面吃的嘛 对不对 日本的客人 从日本来的客人多的时候 都是在外面吃 可是这个两三年 因为疫情 疫情的关系 对 一直都在吃 嗯 在家里吃 你想照耶 金木老师的眼中 台湾的男性是属于 那个体贴又比较会做家 是还会独立带小孩的 算是很大的优点 因为我平常看我先生的时候 我只会看到他无尽的缺点 但看到老师这篇的时候 就觉得 哦好像真的是台湾的 像我身边的男性朋友 大部分有这样子的优点 今天很高兴请到 青木油箱老师 来跟我们聊他的新书 那个叫做台湾的日子 如果对这本书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以上去搜寻 青木油箱老师的名字 我们下节再见 张董啊 我想在台北市找办公室 有好物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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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是什么样而且 心眼开 对这什么样 是因为人件 那么多镜吗 我这个一定要